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鬼魂 如果一个已经死去的人 活灵活现的站在你面前 你的心里会怎么想 两个女人开车来到180公里外的河边 他们先是挖了一个大坑 然后把一个大冰柜推到了坑里 女人在旁边的树上还刻下了几个字 此地无难是一句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西班牙的悬疑惊悚片 回归 女主带着女儿和姐姐回老家 一起给父母扫完木来到了她的娘家 这幢房子目前只剩下 女主的大衣一个人在住了 女主的大衣已经游进灯窟 身体状况非常的差 而且脑子也不太好使 甚至于连自己的外甥女都认不出来了 但奇怪的是 这位生活几乎不能自理的老太太 却把家打理的井井有条 女主的父母死于四年前的一场火灾 当时老头老太太正相拥而免 不知不觉中便双双化蝶与化升天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是善终了 对于大衣一个人独处 女主非常的担心 但老太太却满不在乎 说自己的妹妹女主的老妈会每天给她做饭 女主一听就知道大衣的精神上出了问题 女主的姐姐来到楼上 看到门口放着一辆锻炼身体的脚踏车 大衣那腿脚别说脚踏车了 估计连楼都上不来了 虽然女主和姐姐不相信 他们老妈的鬼魂回来了 但家里的很多疑点他们也解释不清 他们家对面的邻居毛村姐是个热心场 自要是一有空 就会去帮助女主的大衣料理家务 毛村姐的生活也很不幸 本来就单亲家庭的她 几年前她老妈又不刺而变了 女主的生活非常的窘迫 她老公是个酒鬼 而且最近又把工作给丢了 女主打了好几份工 整天累得要死 晚上女主刚从公交车上下来 就看到自己的女儿正在等她 而且表情慌乱 似乎发生了什么大事 女主回到家一看是大吃了一惊了 发现她老公已经倒在血泊中 一命无忽了 原来女主白天上班走了之后 她老公便开始对她的女儿动手动脚 两人在纠缠的过程中 女儿不慎把老妈给痛死了 从母女俩的对话当中 我们可以听出 女主的老公并不是她女儿的亲脸 经过对目前的形势分析之后 女主马上开始清理犯罪现场了 当她正忙活的时候 隔壁饭馆的老板过来敲门 原来老板准备转让自己的饭馆 但她临时有事要去外地一趟 因此把饭馆的钥匙交给她女主 以防有买家过来看情况 送走了饭馆老板 女主的姐姐又打来了电话 说他们的大姨刚刚嫁合西游了 让女主现在马上跟自己回老家料理后事 尸体还没有处理掉 女主哪有心情回老家呀 于是便撒了个谎 让她姐姐一个人先回去 随后女主和闺女一起把尸体拖到了隔壁的饭馆 女主的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 让自己的闺女在门口把风 她一个人挪着劲把尸体放进了冰柜 然后打开了速度模式 完成了毁尸灭迹的第一步 女主一晚上没水 第二天一早便来到饭馆查看尸体的情况 当她正瞎嘈咕的时候 一个冒冒失失的家伙突然闯了进来 把女主吓了一跳 急忙用大索把冰柜给死死的锁住 原来附近有一个剧组正在拍戏 就来了精神 马上就接下了这个三十人就餐的大声音 接下来是采购菜品的过程 由于没钱 女主还找街坊色林奢了很多食物 女主的姐姐一个人回到老家替大姨料理丧事 刚一进屋她老妈的鬼魂就出现了 可把这位大姐吓得不清 老家的阵子小 街坊色林都非常的热心 抱着女主的大姐不停的亲吻 毛村姐说出了大姨去世当晚惊悚的一幕 当时毛村姐正在家里看电视 突然听到外面有人敲门 同时有一个女人喊她的名字 毛村姐走出家门并没有看到人 这时候她无意中一撇 发现女主大姨家的门敞开着 于是便走了进去 这才发现大姨已经去世了 这是一个民风淳朴 但封建气息很浓的小人 因此大家都认为 肯定是某人的灵魂过来通知的毛村姐 毛村姐私下里告诉女主的大姐 镇子里有人真的看到过女主的老妈 据说是专门回来照顾大姨的 大姐一听着 尾巴根就窜上了一股凉气 但毛村姐振振有词 说的跟真事似 办完大姨的丧事 女主的姐姐开着车回到了家 当她刚下车 便听到后备箱里有人说话 她打开后备箱 看到她那位已经死了四年的老妈 正躺在里面 这下可把大姐的魂给吓飞了 她老妈的面色红润精神绝朔 能看出来那边的伙食确实不错 老妈提着大包小包 里面全是大姨生前留下来的贵重物品 老妈说除了毛村姐 镇子里的那些邻居没一个好东西 一到家里就翻箱倒柜 幸亏她把之前的东西提前给收了起来 打这儿起 老妈便在大姐的家里扎了下来 一副只要严望也不摧就不走的架势 由于饭菜的味道不错 制片主任决定之后几天的伙食 全由女主来提供 为了掩盖老公被杀的真相 女主向外界谎称老公离家出走 不要他们娘俩了 由于饭馆的冰柜里放着尸体 为了保持菜品的新鲜 女主把自己家的冰箱弄到了饭馆 大姐在家里开了一个理发店维持生机 为了防止客人们起义 大姐谎称老妈是在从大街上捡来的俄罗斯盲流 自打禽兽老公被杀之后 女主的生活正在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 经济时跟以前都不一样 正所谓老婆娶的好 妄夫妄财家中宝 嫁个坏老公 拜家拜夜回门疯了 大姐拉着老妈来到女主的饭馆 看着自己的女儿越来越好 老妈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转过天 女主接到了毛村姐的电话 毛村姐得了癌症 目前正在住院 毛村姐说大妹子 如果你啥时候见了你老妈的鬼魂 帮我打听一下我老妈失踪的消息 女主一听可气的不清 说什么鬼啊神的 全是封建迷信 女主的闺女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外婆 女主的老妈说 女主小的时候挺好 但到了青春期之后就变了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对她是越来越疏远越来越仇恨 为了把老公的尸体尽快处理掉 女主来到商店购置物品 她所购买的工具 全是毁尸灭积的标配 店老板禁不住对女主高看了一眼 女主租了一辆商事货车 然后花钱请自己的邻居 把大冰柜弄到了车上 埋尸需要挖一个大坑 女主这小身板一个人肯定是不行 于是她叫上了体力充备的胖大姐 常年缺钱的胖大姐可不管那些 只要给钱什么活都干 至于女主为什么要把一个冰柜 埋在坑里的根本就不感兴趣 事实证明 胖大姐那一身肉可不是白长 时间不长就挖了一个大坑 两人齐心合力把冰柜推进了坑里 算是圆满的完成了任务 完事之后 女主还在旁边的树上为老公刻上了木质饼 没过几天 毛村姐主动找到了女主 问女主有没有帮自己打听老妈失踪的消息 女主觉得很荒谬 认为鬼魂根本就不存在 这时候毛村姐说出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原来当年毛村姐的老妈跟女主的老爸有一腿 女主的老爸就是一个整天寻花问流的禽兽 因此女主的老妈知道后也不是太在了 但诡异的是 女主的父母被烧死的那天 毛村姐的老妈同时也失踪了 女主带着闺女来到姐姐家 这次她终于见到了自己的老妈 娘俩一聊着事情才真相大白了 原来四年前的那天 毛村姐的老妈去小木屋找女主的老爸优惠的时候 被女主的老妈一把火给烧死了 为了转移警方的视线 女主的老妈把现场伪装成了自己和老公被烧死的假象 从此之后 女主的老妈便隐藏了起来 并一直暗中照顾着自己那个体弱多病的姐姐 直到女主的大一去世 女主的老妈才现身来到了女儿家 但女主家的秘密可不止这一个 当年青春期的女主之所以那么痛恨自己的老妈 是因为她那位禽兽老爸强貌了她 并导致了她的怀孕 也就是说 女主现在的这个女儿也是她的妹妹 为了掩盖这个丑闻 女主才不得已嫁给了那个在病院里的老公 女主埋怨自己的老妈 当年并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 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这件事 女主的老妈当初是一直被蒙在鼓里的 本来女主的老妈对老公整天招猫斗狗的行为并不是太在意 但当从女主的大姨那得知了女儿被强貌的事之后 才对老公起了杀心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经的 恋爱婚姻别草率 千挑万选找仁爱 背景调查不能少 以防遇到臭无赖